绝地求生1月9日 对游戏进行了更新除了修复一些游戏问题商城 还推出了一套皮肤 这套皮肤其实就是12月 俄罗斯推出的东宁套装 小编询问了一些商人 这些商人当时囤积了大量CDK箱等 绝满了高价买 没想到官方直接卖了 一下傻眼了小编看了一下商城皮肤的售价 和俄夫预定的价格一样 都是22美元 当时俄夫那边是在雪地版本更新前一周开始预定 有商人断定未来要绝满 所以大量购入了东宾套装 想狠狠地赚一笔 毕竟之前官方出的CDK 很多都已经翻倍涨价了 结果没想到官方直接商城 卖了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 也可以看到这些商人还在卖CDK 除了单件售价略高外 整套的价格基本和游戏内 价格持平了这次顿东宾套装CDK的商人真要哭了 原本想赚一笔结果 因为外观不好看 很难卖出去想保本卖掉吧 结果官方又在商城开卖了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 小编咨询了一些第三方平台的商人 据他们自己说少的顿了几十套 多的顿了差不多十万RMB的CDK 都想等东宾套装绝版后 涨个百分之二十左右 慢慢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中午, uzу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